想要哭的感覺嗎 我看的臉已經想要哭了 沒有啦 這首歌就是很很欣慰啦 因為太多自己的感覺了 然後就寫了這首歌 想回家又不能回家 只能站在台灣 我不是台灣人 我是藍語人 一定要分別 我每次出去啊 人家都以為是印尼的 我跟他說我是藍語人 我長得很像外勞嗎 我比我姐姐好看吧 有沒有 他比較像外勞 我比較像正常人吧 對不對 不要這樣子虐待他 他很可憐 好 OK 剛剛那首歌想要送給你們 那是我直雙曲 接下來這首歌呢叫做《反合》 反合 這首歌你們有聽過嗎 有聽過的句說 我姐姐也在鐵花村有唱過耶 因為他說他是鐵花村的霸台嗎還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他是鐵花村的什麼 霸台 反正就是自以為的霸台嗎 他在這邊有唱過我的歌啊 他說他要表演 他說沒有我要表演欸 我說好 那你要唱什麼 我跟你跟我講 我說好 然後我就跟他說那你要不要唱我的歌 他說好 我說好 那你就唱反合 他說反合是什麼 我說我的歌啊 他說好 那你唱 結果太高 那唱不上去 所以我剛剛 我剛剛就跟他說 好 那你今天聽我唱看看 你覺得有沒有差 如果有差的話 那我以後我都不要再來鐵花村唱 就這一次就好了 張文綺你有沒有聽到 沒有 哈哈哈哈 太肉了 很弱的都讀起來 好啦 接下來送給大家這首歌 叫做反合 因為我是蠻野的孩子嘛 你知道蠻野有很和非料嗎 知道嗎 按照很非料是首歌嗎 知道嗎 哈哈 這是我爸爸 我每次跟他出來 人家都以為他是我哥哥 你可不可以站起來一下 他像我哥哥還是像我爸爸 他真的是我爸爸 我每次出去的時候 他就是燙雷鬼頭 然後下一次出去的時候 他就是燙大波辣 我說你到底要怎麼樣 你看 非常的暗現 好啦 還是很感謝他啦 他就是很支持我 然後一個就是充滿 內心充滿熱血風情的一個男子 他已經快五十歲了 可以領老年金了 好啦 那是我爸爸 他叫張靈商 他叫張靈商 如果你去蠻野的時候 可以找他買那個 手工衣品 他再來也賣手工衣品 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 如果你們到蠻野的話 可以住我家 然後跟我爸爸買手工衣品 好不好 他叫張靈商呢 我記得他 然後我家記本安一樣 然後我姐姐叫 Birena 很醜的Birena 好啦 送給大家這首 叫做 Bire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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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著這首 一追的雨 一的风起 一的风起 爱情来的梦 优优独播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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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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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